這就是Strojan Lake 南邊有很多石木頭 很小心炒船 我不太建議 不過有些人會釣的 下面的Channel 你會發覺會有些深水 不過有時可能下 Wid Day好些 Widnd有時很多人 有時候的Channel會有 或者Musky也有 但是要看一下Bull Traffic 然後你去別的湖 你會發覺見到 這些很多Drop Off 很多這些突然間Drop Off 有時你會逐個試 你不知道它在哪個深度 那你就要試它不同的尼 不同的深度 不同的尼 還有你用Size Scan 去Mark 這裡有一個Point 你看到它的Structure Changed 這裡有一個Point 有一個Structure Changed 那你就找這些位置釣 那這裡突然一個深水 有時可能會有些 Purge在那裡 於是就去吃東西 這些有Y 有Spawn Mouth 有草的機會有大口 還有Y 如果你看到它是石 但是這些石底 那你就會 Spawn Mouth 不過要小心 不要炒船 而且看風向 這些深水的Channel 你就要看一下有沒有Y 和Spawn Mouth 不知道的 它到處有的 那你還是試 拼它去看它吃不吃 最好就是你選幾個位置 近你Bull Lounge 你就每次試少少 每次試少少這樣試 這裡有個Point 那這裡 你看到有些Structure Changed 然後Depth不同 那你就可以試Crank Bay 那這些 那有些Drop Off 你試試一些Jig 或者Football Jig 那些 那很Depnd上你用 逐慣用什麼來 但是 因為我比較釣得快些 到處找 所以你用Sangle 有時會比較慢些 那你就選幾個位置 這個Point 那些看到嗎 那這裡有很多石 那你就可以快一點 用Football Jig Crank Bay 那些來拼它 那這裡有Wall 或是Small Mouth 那些 你看到這個Jig 這些石頭陷在Small Mouth 但是 既然 船要過去小心 看看這個深度 那這裡有一個Changed 那什麼Depth 那通常我們會到處飛 到處找 那這裡有些石 那你試不同深度 一個位置試到不同深度 你看到沒有Small Mouth 那你去到處看的時候 你就找 找這些不同的Structure Changed 那些Jig Jig 那些Jig 那這裡 就有些不同的Structure 有很多的 即十幾隻到二十尺都有 那這裡有一個Point 那這些就有機會 有Wall 有Small Mouth 可能是淺水 可能是深水 又有Small Mouth 那這裡有一個Changer 有石有東西 那去到島邊 島邊 通常有島 你就知道有很多不同Structure 有草 有石 有深度 那你就要試 找它 那看看它找不到 那你用不同的舌 不同的顏色 那幾個人去 那每個人用不同的東西 看看哪個中先 那 那 那個人有各個人的方法 很多方法都會釣到的 那 那 那 你要試看哪一隻 你自己對哪個利有信心 這些是石頭 那 深度轉 那 通常我都是找這些 周圍走 一圍找 試不同的東西 直至你 今天在哪個深度 哪裡找到它 那你就focus在那個area 這個就是深度 有一個Drop off 所以15尺 接著有個Flat 18尺 那他喜歡18尺 那他喜歡18尺 很熱的話 就下了27尺 涼了一些 他就上了4-5尺 18尺 15尺 因為他要吃東西 那你找地方去吃東西 那這就是第一個 改變 那這些 就會有機會 持續到那些魚 會長一點 或者我們會容易 有機會釣到它 你看到這些 九尺去到十幾尺 那他可以上去淺水吃東西 可以去深水 還有那些位置 為什麼我選擇這些位置呢 你想一下 如果是一些Bayfish 有一些Sunfish 它是不是一群魚 推到那些位置的時候 那些小魚仔就無路可逃 那那些大魚就在後面吃到它 那如果你在沒有那個湖 那很難追它 那所以我就喜歡釣到那些位置 OK?希望幫到你啦 好嗎?